第1479集 很快 魔族引起轩然大波 上百个势力放弃宗门加入灭尊宗 这一消息出现引起浪花 谁也不知道灭尊宗究竟在忙什么 甚至连魔影也怀疑过 不过眼下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夜沉 自然对魔族的宗门没有任何想法 现在谁都能够看得出来 灭尊宗的野心不小 接二连三的动作让灭尊宗不断的扩大 除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由夜沉亲自负责 更多的事情交给沐烟 三天的时间 灭尊宗声明确起 更是开始对外招收强者 星俏镜武者加入 立刻可以获得一柄时空之兵 若是星俏镜巅峰 亦或者半步封门的魔族强者加入 宗门全力帮助突破封门境 如果有封门境强者过来投奔 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满足要求 一些星俏镜武者心怀不轨 想要骗取时空之兵 然而第二天就陨落 甚至有一名半步封门来骗取宝物 最后同样也是陨落的下场 一瞬间再没有武者敢去灭尊宗骗取宝物 灭尊宗至少有太虚镜强者坐镇 这段时间 沐烟非常的忙碌 夜沉已经闭关 当一个甩手掌柜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给他解决 本来沐烟想要汇报一下情况给夜沉 却发现在魔族的上方出现异象 虚空之中仿佛天空裂开一样 不断地出现裂痕 无尽魔器被裂痕的力量吸收 夜沉突然睁开眼眸 他的眉心闪烁着极其璀璨的九幽之光 并且一道苍老而又威严的声音响起 夜沉 万魔之地居然出现了 我肉身恢复的气机来了 这是魔地的声音 极其激动的声音 天地异象出现 夜沉从房间里面走出来 飞向虚空 在裂痕当中 隐隐约约的在形成一个魔门 只不过形成的速度极其缓慢 最少也需要几天时间 落尘来到夜沉的旁边 看到这一幕开口说道 魔族传说中万魔之地的玉门 竟然出现在我们灭尊宗附近 实在古怪 当年魔地将一部分力量封锁在其中 毕竟那里面的力量太过邪恶 那是真正的魔 随着万年时间的流逝 封印的力量消失了 这门居然在魔族打开了 恐怕军魔尘也发现了 如果他来到这里 察觉到你我的存在 该死 然而夜沉却笑了 他的眸子闪烁着光芒 军魔尘来了又如何 魔尊递宫 军魔尘和魔影站在宫殿的最高处 他们的眼眸凝视着那上空的巨大漩涡 漩涡之中的力量甚至让军魔尘的眼眸极其凝重 魔影 那两个家伙找到了吗 魔影直接跪下 魔尊大人属下无能 那两人又消失了 军魔尘这一次倒是没有动怒 他看着魔器漩涡开口道 这件事先放一放 那高空的异象和魔帝当年的一件事有关 现在这个节骨眼出现 不是一个好讯息呀 你立刻赶往那里 如果发现那两个小子直接碾罪 我给你的玉牌 我会亲自降临 我总预感这异象和那魔帝的复活有关 若是魔帝复活 你我都会死 明白了吗 魔影脸色大便猛地点头道 属下明白 对了 那异象出现之地是魔族的何处 军魔尘好奇道 魔影闭上眼眸感受了几分 开口道 魔尘成 最近此城突然崛起一个叫灭尊宗的宗门 吸收了不少的势力 若是再放任其成长下去 或许可能对魔尊帝宫的控制不利 需不需要覆灭 军魔尘深思片刻开口道 你派我们的人去看看 若是真的有威胁性就抹去吧 如果没有就算了 毕竟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是 魔尊 说完 一道魔器冲天而起 消失在魔尊地宫 等魔影离开之后 军魔尘眼眸的杀机暴露 魔帝 你为何要如此挣扎呢 死了给魔族一方净土不行吗 若你真的复活 结局依旧一样 神国和我容不下你 并且现在已经不是上古了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 属于我军魔尘和神国的时代 这个时代没有你的容身之处 万魔之地是魔族的一处传说级的秘境 坐标和时间没有固定 当年魔帝封印了不少邪恶的大魔于此地 他重建魔域的规则 他要告诉世人 魔并不代表邪恶 魔是一种态度 对抗世间不公的态度 只可惜随着时间的流逝 魔地陨落 封印也渐渐破开 万魔之地里面存放着 不知道多少邪魔 还有各种的机缘 能够从万魔之地活着出来的武者 基本上都能够获得一些机缘 洛晨把万魔之地的情况告诉叶晨 叶晨自然惊喜 说不准能够在万魔之地里面 找到适合复活魔地的契机 沐烟决定跟随叶晨一起进去 在万魔之地没有任何的限制 万魔之地没有境界限制 也就代表说不准会出现太虚境的强者 灭尊宗的上方出现万魔之地的消息 瞬间扩散 整个魔族都知道了 一瞬间魔族的武者疯狂涌入魔尘城 叶晨安排一些弟子去管理魔尘城的治安 只要不是魔族的顶尖势力 根本不需要畏惧 想要进入魔尘城的话 需要上交十万魔精 这让一些散修武者不满 十万魔精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是不少的家当 有些散修武者想要闹事 直接让灭尊宗的武者给镇压了 十万魔精和万魔之地的机缘比起来 连个屁都不是 魔尘城的武者大量的涌入到里面 也开始出现一些打斗 只要不是危害灭尊宗的事情 叶晨根本不会去管 现在对于叶晨来说 万魔之地才是重中之重 若是能够复活魔地 到时候一统魔族会变得更加轻松 想要和魔尊帝宫抗衡 至少也要有足够抗衡 军魔尘的存在 叶晨 魔尊帝宫的武者来了 慕焉有些担忧 叶晨轻微点头 现在还不是和魔尊帝宫 硬碰硬的时候 他走出房间准备亲自接待 来到大殿里面 叶晨发现了魔影和贵瓶的身影 还有两位气息恐怖的强者 好在苍古一神的术法强大 不然叶晨绝对会被发现 魔尊帝宫的强者来了不少 显然都是冲着万魔之地 你就是灭尊宗的宗主 还不在魔影大人面前跪下 其中一名魔尊帝宫的长老 直接开口 完全没有把叶晨放在眼里 一个魔族宗门而已 他们魔尊帝宫想要灭掉的话 轻而易举 然而叶晨根本没有动身 冰冷的眸子凝视着魔尊帝宫的众人 开口道 此地应该还由不得你们指手画脚 只要我想 开启魔尘城的阵法 你们谁也别想离开 那长老呼吸一致 万万没想到会有人反驳他们魔尊帝宫 他脚步踏出呵斥道 魔尊大人掌控了魔族 你可是要造反不成 信不信我魔尊帝宫 让你们的灭尊宫不复存在 叶晨丝毫不退步 坐在高台之上 那你信不信我会有办法 让在场所有人都无法进入万魔之地 我倒是想看看 到时候军魔尘的怒火会落在谁的身上 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那长老顿时语色 就连魔影也是白白收到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无需多言 别忘了我们来的目的 魔尊帝宫的强者冷哼一声 倒是也没有再继续多说什么 现在万魔之地还没有开启 没有必要浪费精力在口舌之争上面 魔影虽然不具一宗之主 但还是分得清任务的重要性 他看向高台之上的男子拱手道 对了 还有一件事 袁坤宗主应该听闻了魔尊帝宫正追杀两人 若是宗主有消息的话 还请通知 我和叶辰有不共戴天之仇 一旦找到的话 必会重谢 说完 魔尊帝宫的强者便转身离开 接下来 叶辰安排弟子随便装模作样的检查 凶手是不可能找到的 魔尊帝宫这边也有强者在搜寻 只不过没有任何的收获 打死也不会想到 叶辰就是灭尊宗的宗主 两个人的相貌和气息完全不一样 一天之后 灭尊宗上空一向突变 无尽魔器宛如一头魔龙在上空咆哮 在灭尊宗的上方 虚空传来一声闷响 叶辰抬头一看 万魔之地的玉门已经形成 彻底开启了 诸多势力的强者飞向虚空 没有犹豫 直接冲入玉门之中 叶辰并不着急 他这一次除了提升境界之外 最主要是找到适合魔地 重建肉蛆的契机 叶辰和沐烟两个人 看着时间差不多 便准备进入 洛辰则留在灭尊宗 两个人进入玉门之后 舞者还在不断地飞向虚空 涌入到玉门之中 这种情况 恐怕要持续半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结束 万魔之地开启 魔族舞者必然会少一大半 在魔尊帝宫的大殿里面 君魔臣的旁边 还有两名神国的强者 君魔臣 这一次万魔之地开启 对于你来说 是一个彻底掌控魔族的机会 魔帝和那些亏似你的人 终究是威胁 神国那边不喜欢威胁 你应该明白吧 如果必须再忧生 Catalunya 属于所站的鱼